第一次要看罗马书十二章 罗马书十二章是一个很好的 当时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经文 一个教导的经文 如我们研究罗马书的时候 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 是讲到的教义 讲到很多的圣经的教导 讲我们的怎样得救 怎样主持耶稣为我约罪而死 我们怎样得着救恩 怎样从罪得着赦面 所以一章到十一章 都是讲到教会的教言 这样就会让我们的头会补达 因为我们认识了很多的知识 如果认识了很多的知识的时候 讲到很爱也是一个很高的 来运用神的华尔 我们知识过 我们要走出来 我们知道神的教导之后 我们是知识圣经的七日教导 但如果我们不走出来 我们就像个头大坛 但是脚小小 因为我们没有走出来 所以从十二章开始 宝浪就开始教导我们了 你知道这么多东西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应该怎么走法呢 我们就开始了 在十二章一节和二节 给我们知道从这里开始 他教导我们了 基督徒应该怎么做 那么就开始了 所以弟兄姊妹 他在一家前说到所以了 我通常跟大家说 你注限的顶刻 所以 因为讲了这么多东西了 所以 第一 第一 我憑着上帝的怜悯 愿你们献上自己的身体 作圣结 如上帝与立的活祭 你们你当这样侍奉 我侍奉的文章就是说到worship 我侍奉的worship是侍奉的 敬拜 我们看第二节 不能移动 第二节说 你们不可追随世界的潮流 要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 这便能明辨上帝的旨意 知道什么是良善 存存 蒙他与立的 我们看到这两个经文的时候 首先保罗开始说 我凭着上帝的怜悯 他用到的那个怜悯 很多英文叫Mercies 很多英文叫Mercies Mercies就是一个怜悯 很多很多怜悯 主的怜悯是居立的 这个怜悯是很有意思的 很重要的 给我们看 我们到过后 我们要思想要更新 从罗马书12章 我们看到有两个 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指示 我们生活的最基本的指示 首先我们要牵上我们的身体动作活制 是活的 不是死的 这个制 通常在旧约圣经 那些人牵上那些制品的时候 是死了的 但是保罗现在跟我们说 我们牵上的制品是我们自己 而这个身体 我们牵上的全人 是一个抹的制 全人是什么呢 不就是牵上你的身体 你的灵和魂 不知道在哪裏 就好像我们看到我们的旗子 看到一个人 但是你的心在哪裏 但是今天很久说 要牵上我们的身体 身体就是整个人 当作活制 不是一次 通常我们说 我牵上这个活制 给了主你 有时我们祈祷 走出来 有这个祈祷的时候 我们说信 我牵上给你了 我过后一刻不记得了 这个活制是 地的人是不断的 日日的 所以每一秒 每一刻 每一刻 每一 gang 每个终 presents 时间 都牵上自己做一次活制 不到一次过 我就搞定 但是每一天 主要我牵上我身体 我牵上我自己做一次活制 来实行 自己 而一个是理所当然的 quality,身体和径 powers 我相信上個禮拜也聽過有些教育律師 他們也有些教育律師 我們敬拜的時候 不只是讚美敬拜就是敬拜 我們日常的生活也是一個敬拜 我們煮飯也有一個敬拜 你駕駛車也有一個敬拜 你在敬拜全人的現場美食 我們最基本的治事就是 我們的思想要不斷更新 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的思想不斷更新 我們就會停留在我們的舊人 那個舊的思想 舊的看法 我們是不斷要神的聖靈更新 使得我們的思想 叫做神的旨意 叫做神的思想 不是叫做自己的思想 當我們有了第一節和第二節 成為我們最基本的指示的時候 保羅就開始在第三節 我們上個月 上個月是我們看到 第三節到第八節 是講到一些恩賜 因為是從九節到二十一節 第九節到二十一節 就是講到這個真愛 什麼叫真愛 我們看看我們的聖經 有聖經的東西 就在我們的聖經 我們在文幕 首先 羅馬書十二章第九節 《愛人不可虛假》 《惡要延悶善要親近》 《愛底英要彼此親熱》 《恭敬人要彼此推揚》 《勤力不可懶惰》 要心裡火焰 上常服侍主 在指夢望中要喜樂 在患難中要忍耐 討告要懇切 星徒缺乏要幫補 客要一味的寬寬 這百味門的要給他們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就做 欲喜樂的人要同樂 欲哭的人要同樂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氣高大 賭要負就天美的人 不要自以為聰明 第十七節 不要以惡暴惡 眾人以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 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親愛的弟兄姊妹 不要自己伸淹 寧可讓步 聽憑主怒 因爲經常記著 主說 身焉在我 我必報應 這十節 所以令你的仇敵 若餓了便吸他喊 若渴了便吸他喊 因爲你自己用行 就是把灰火堆在頭上 你不可為惡所成 反耀為依善 反耀為依善 成惡 反耀為依善 大家沒有打仗 好像我們跟著你這樣說 我不知道你是讚 我不知道你是說話的意思 好像我們照著這些 不是說世界太平 有亡相處 但是我們看到聖經有教導 我們的時候 好像我們各個基督徒 可以跟著聖經而行 不是在思想 在知識方面 但是在行動方面 來跟著聖經的教導 跟著實力的懷疑 我相信世界會太平 好像我們越多基督徒 是跟著神的懷疑來做的 我們就會來世界太平 今天我們要說愛 但真的愛 什麼叫真的愛 我們首先有幾段經文 看主耶穌如何說到關於愛 有一個律師來到耶穌面前 這個律師問 夫子律法上的戒命 那一條是最大的呢 他就想著 我們試一下耶穌 究竟耶穌知道 最大的戒命是什麼呢 你知不知道那十戒 但是耶穌怎樣跟他說呢 最大的戒命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盡心盡聖 盡意愛主你的神 首先你要愛神 就是要愛人 就是要愛人 你心目比十戒 但是你要比很簡單的兩個戒命 兩個戒命最大的 你是要愛神 愛人 就是得了 我們懂得愛神 我們應該當是懂得愛人 但是 若凡德書又跟我們這樣說 就是說 你說你愛神 神你看不到的 你就不斷地說 我愛你 神我愛你 但是神你看不到的 但是你已經知道 你可以看到的 但是你又不懂得愛他們 那應該是否叫做愛呢 有一些書就是說 你說謊 你說謊 因為你愛神 你就在愛人 愛人是怎樣呢 愛人如己 你怎樣愛你自己 你同樣的 你要愛別人 所以從這裏 我們看到愛的功課 是從耶穌開始的那個教導 我們要首先愛神 過後愛人如己 過後呢 有福音復三章 又跟我們說 我刺激你們一條新的命令 正說就是最大的戒命 現在就是最新的命令 這個最新的命令就是 要你們彼此傷害 我怎樣愛你們 你也要怎樣傷害 你們若有彼此傷害的心 眾人因此就認出 你們是我的原徒 你們是我的原徒 一個新的命令 我們要被其傷害 我們要愛人而己 我們要愛人而己 當我們用什麼愛呢 這個愛是 這個愛是 我吃過那個麥克風 譬如說的 譬如說的譬如說的 譬如說的譬如說的 譬如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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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五加皮 什麼五加皮 阿甲壁 希臘文的愛是阿甲壁 在希臘文 有很多的詞 已經是說到愛的 我們英文和中文 我們只說我愛 我愛我兒子 你愛我兒子 我愛我兒子 我愛我兒子 我愛我的老公 我愛我的 hotspot 我那次的愛 如果你愛我兒子 我愛我的病房 我愛我的狗 我的愛都好像很豐顯 我愛 charlie 是愛來表達一切的愛 但希臘文有很多不同的詞來表達愛 最高尚的就是八甲壁 神的愛 就是用神的愛 如果我們有神的愛 我們會彼此相愛 當我們彼此相愛 人就會認得我們在耶穌的門徒 即是我們有一個竹 當我們彼此相愛 人就會看到 這是耶穌的門徒 你彼此相愛 若文一書四章九節說 我們愛因為神才愛愛 我們為何要愛呢 首先是神愛我們 有一個人這樣說 我們被耶穌嚴恕了我們 我們會帶著一個很溫柔 很甜蜜 一個很憐憫的心 因為耶穌已經嚴恕了我們 我們會帶著一個很溫柔的心 很甜蜜的心 我們就會懂得愛別人 要恕別人 但是當耶穌已經嚴恕了我們 但是我們沒有一個溫柔 憐憫甜蜜的心 來愛另一個人 這就代表我們被耶穌嚴恕了我們的罪 我們已經往年 耶穌嚴恕了我們的罪 我們已經帶著一個嚴密的心 帶著一個很甜蜜的心 來嚴恕另一個人 來愛另一個人 好像當我們不懂得要恕 不懂得愛另一個人 我們就在往年 因為枉廢了耶穌的要恕 因為我們的愛 為何首先神愛我們 另一個經文 羅馬書的五章八節 唯有基督在我們患 我們患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盡在此 讓我們鐵明言 即是當我們是罪人的時候 神的愛彰顯在我們當中 耶穌不是等到我們乾淨了 即是說很聖結 沒有罪了 你確定有罪人 我請求你 這裏經文跟我們說 當我們患作罪人的時候 我們是耶穌的敵人 在羅馬書大五章有說 我們是罪人 我們是敵人 你沒有等到我們乾淨了 才去拯救我們 當我們患作罪人的時候 祂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是指向我們顯明 即是我們明白什麼叫做愛 愛就是我們可以愛那個 我們不能愛的 我們看不上眼的 我們真是生氣 我們不可以死去 我們會看到那個 那天叫做敵人 當我們患作罪人的時候 耶穌為我們死 我們可否帶著這個 同樣的 可以遙守的經歷 我們可以去遙守別人 我們可以愛別人 因為耶穌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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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畫著罪人 你也要黏問我們 愛我們 所以今天我們要看這段 經文的時候 很久好像有很多 挑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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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可以分兩段 一段是說到愛人 愛人而己 另一段是說到愛我們的敵人 那些跟我們看不上眼 我們不可以坐在一起 就像詩篇二十三篇 說神擺設一個延直 在我們敵人面前 嘩 這個真是不可行 神可以擺設一個延直 你和你的敵人一起坐一遍 來吃這個延直 嘩 我相信這個是很大的神的力量 我們從這十二章九節到二十一節 我們分開兩段 首先我們說到愛人不可虛假 第二我們要看的是 不要義無惡無惡 首先我們看到愛人不可虛假 那種不可虛假 我們買很多無惡無惡 很多無惡無惡的香水 我有一時買在網上購買 尼其明明說的是真正的一百巴仙 是純淨的香水 我就買幾百姓 很便宜 我看也不值得一半的價錢 你說一百巴仙的香水 很便宜 和賣給幾百姓 到現在還在說 你的香水 蛇了一會 一小時就沒了 沒了味道 我會說你喝100% 我怎知道你是冒充的 愛不可虛格 冒充 為何寶羅要用這個詞 你不可以用其他詞 你不可以說你要愛 帶著勇氣來愛 你要熱身來愛 你要毫無保留的愛 你有很多很多的 但為何要用這個詞 愛不可以虛格 虛格就像在希臘的時代 你們在演戲的時候 我相信在中國也是有的 不過人可以變成一百個不同的面 我有聽過 沒看過 在希臘的時代 你們在戲演的時候 你們在舞台上 你們不夠銀幕來換 我拍完之後 你就會拿這個面具 你要用一個笑容的面具 你就拿一個面具來遮住面 就是一個笑容 另外你再出婚禮 你要哭就帶一個哭的面具 再一次出婚禮 就要戴一個笑容的面具 就要戴一個笑容的面具 意思是羅馬書寶羅就是這樣說 你愛的時候 愛要不要虛假 就是不要戴一個面具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像我們愛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是從心裡愛一個人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會打一個面具 我到現在就很欣賞 我上個星期的看見你們兩個人 你對我很歡喜 但是後來就拿著把刀 我說很重要 在前面就是一個笑容 一個愛一個人 但是在後來就要我等的時候 我會拆你一把刀 這就是愛是不可以虛假 不可以暴衝 不可以戴一個面具 愛是要從心裡愛出來的 為什麼我用愛不可虛假呢 我相信他的意思之前 再看回十二章 他的重點就是 我們要以我們自己為中心 Don't be self-centered 就是不要當自己為中心 當自己是最重要的 師兄跟我們說 我們愛人而己 為什麼愛人而己 我們首先愛自己 愛了自己 我們就要愛人而己 但是好像這裏說 愛不可虛假 即使我們不是想著自己 剛才有一個經文在第三節 第三節在十二章 這裡說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 對你們各人說 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要照著上帝所分給 各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毒 不要看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不要看自己是最大的 當我們固執自己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愛別人了 因為我們是想著 今天他又沒有握我的手 今天又令我開個臉看我 今天他又好像不想跟我說話 今天又沒有提杯茶給我 今天又會給我一個針 今天他沒有做這些 今天他沒有做這些 即是我們是數數 因為我們會幫助自己 站在中心 所以保留說 愛是不可虛假 不得無衝 不得大器的面具 又不可以當自己是最重要的 在這個世界上 每個人都要服侍你 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我聽到很多家庭的紛爭 在祖父太太的時候 在祖父有一個期望 祖父有一個期望 兩個人經常是紛爭 因為你有沒有這樣做 我有沒有這樣做 就是沒有一個學習 如何來服侍彼此的愛人儀儀 首先 如何來愛不妄虛假 首先 這裡說愛弟兄姊妹 要彼此的親言 這裡經問兩句 就是很熱身的親言 我們愛弟兄姊妹的時候 是可以給彼此的親言 不是親吻 我曾經有說 Kiss one and another The Holy Kiss 已經有說 但是我們現在只是一手 但是親熱之食 我們是沒有熱情的 沒有虛假的 我們是很熱心的 很熱情的 來看待 來服侍 來給彼此的傷害 正常有很多時候聽到 我們是一家人 一家人就是我們是兄姊妹 一家人 我們是怎樣打 怎樣殺 我們都是一家人 過後會好起來 他們說 Black is God 我們是我們的雪 龍於水 龍於水 我們是一家人的 不要來侵犯 我們這個樓家 這個張家 我們三晚會一起來打 來幫助 來辯護這個人 這個就是這樣的意思 要熱情 弟兄姊妹 是一家人 就算有什麼的錯節 有什麼的紛爭 有什麼的誤會 我們都可以談得到 說得到 我們成為一家人 這個就是神給我們 這個家人 我們就要洗到裡面 成為一家人 因為恭敬人 要彼此的推仰 恭敬人 恭敬人 我們亞洲人 有很多能夠做到的 恭敬人 在寶洛的時候 說到恭敬 是說到那個文化 是有主人 有工人 當他寫到這個恭敬人的時候 叫那些主人 要恭敬的那些伯仁 伯仁要恭敬的主人 伯仁恭敬主人是理所當然 你是哥士 你是老闆 我是工人 我要恭敬你 但是古老講 恭敬人要彼此的推仰 就是你是老闆 你要恭敬你的伯仁 這個下屬 下屬要恭敬的老闆 好像我們在教會 我們彼此恭敬的時候 說你又讓我 我又讓你 我們不是耍太極的 你先吧 我先吧 我是侍奉神 但好像我們恭敬人 就像我介紹的 為什麼我們要和一些慶祝 就是因為他們會提到 他和那些有喜樂的 他們和他一起喜樂 我們和他們一起哀曲 就是今天我們的生日 我們恭敬案 恭敬是一個很強行做的 尤其是我們的華宗人 我們的唐人 我們就說 我們恭敬的時候 我們被他的頭大了 他們就叫路上去生命 或是看不到我們 眼不見太深 我們的恭敬 我們不就很聰明了 我們打了別人 就是這樣想的 但是你先跟我們說 這些恭敬 彼此的恭敬 我記得有很久以前 我記得有分享過 Pastor Chen 和Pastor 其實我們才有一次在一個酒店 在海外天 新的海外天 他有慶祝他這麼久以前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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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亞洲人 我們不懂得恭敬 但好像你有看到的外國人 美國的外國人 等待一個夫婦進來 我們每個人都會起來鼓掌 我們恭敬 他們安 哇 烏加蘭詩是三十五年 婚姻的敬年 我們恭敬 好像神佛的禮拜 這個禮拜 我們剛剛散了 我們是支配的大會的時候 那個主職 他就叫Sister Viley上來 給多謝他 當你叫Sister Viley上來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站起來 為什麼你要站起來呢 因為我們恭敬 我們欣賞你的工作 你已經做到 晚上三點都未睡了 我現在六個時間 做到三百多個參醫人 三百多個從菲律賓 從很多地方來的 我做青年廚 我做四十個人 我都有問題 那些名字都一樣 我有一些給錢 有些我給錢 你做到三百多個人來的參醫 我們每個人站起來 可以恭敬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的教會 這個羅馬詩十二章 成為我們的文化 其實我們的教會 都是很獨特的 每個人來到明義基督徒中心 你們最欣賞的就是我們很恭敬 我們恭敬每一個人 無論你是怎樣的人 你是大、小、有女、無女 我們恭敬你 我們搶子 我們恭敬你 我坐在你身邊 我坐在你身邊 你有什麼需要 因為你祈禱我們彼此的虛揚 我們要彼此的供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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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意思是什麼 心裡火熱 是在煮水yards滾的水 你知道它很滾嗎? 大家有煲水 你就不會破蒜蚯水 有巴蒜蚯水 在火熱時晚上是水在滾 每一個伏守時 在我們東西吃時就軌 於是燙著水 很熱心 每個人都是人 會懶惰 我們會失去的官民 我們服侍一段時間後 我們就說 哎呀 給大家做 我已經做了 我應該做了 我已經上黃了 我已經很老了 給大家 他們做了 但是我們不能懶惰 不斷死的呀 所以他可以在上來 給他們水滾滾 沿沿河 沿河 沿沿河 要上復世子 這不能停留 不斷地復世子 哪個後來的愛人不愛 揮架 是聲托揮佛 我們要幫忙 如果地駕有需要 我們要幫忙 所以我們有食物人就好 我們來幫助他們 還有拍攝時 那些客人 那些陌生人 我們不認識他們 我們也有幫助他們 一味的寬袋 甚至hospitality的意思是 我們不只是幫助我們自己的弟兄姊妹 我們也要幫助外面的人 那些陌生的人 那些陌生的人 幫助你們 成為朋友 陌生人成為朋友 朋友成為甚麼呢 大家經常說 一家人 陌生人變成朋友 變成一家人 這就是我們的希望 我們幫助人 我們沒有一個條件 我們沒有一個條件 我幫助你 你就要這樣做 你要信耶穌 我幫助你 你就要信耶穌 我們沒有一個條件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愛到你 你會愛信耶穌 同樣羅馬書十二章 首先看到 愛情不可 虛假的 是要真誠的 要真心的 你愛一個人 好像我不可以愛一個人 我不可以戴一個面具 我不可以戴一個面具 我抱歉 好像我不喜歡那個人 我就不可以戴一個面具 我還是開玩笑 我會不想戴一個人 我不會戴一個人 我會不想戴一個人 我會說不可以戴一個人 我會不可以戴一個人 我會想如何做呢 你知道我真的很討厭你 我不愛你 我就要坦白地讓你知道 我要不客氣地讓你知道 當我們看到這個經文時 很久知道我們是不斷的力更新 所以《國馬書》十二章 第一節和第二節 成為我們基本的指示 首先是神的憐憫 而第二節是我們的思想不斷的更新 意思是當我不懂得愛這個人的時候 我是否要假冒來愛你呢 有時是很艱難 我是不可以愛到他 我又不可以戴著一個面具來假扮愛他 那我就怎樣呢 我就祈禱了 神啊 你知道我很艱難愛他 我很艱難愛他 神啊 你給我一個力量 你幫助我 這是從你那裡 你那個人是怎樣的 但是從你這方面 你不斷的思想更新 不斷的叫神的憐憫 你看到神的憐憫 神的憐憫你 這麼寬恕你 這麼遙恕你 你就看到一個很溫柔的心 一個憐憫的 一個甜蜜的心 你看到我後 你會看到那個人 哇 這麼漂亮了 哇 這麼可愛了 因為神是不斷的憐憫人 所以我們不斷的歧託 沒有放棄 第二段是看到 不要義惡不惡 這裡就說到 首先我們不要義惡不惡 就是很久好像有過這個馬提風音 耶穌的登山寶祝 失誤了 因為很久好像耶穌所說的說話 逼得你的 要給祂祝福 只要祝福 不可就俗 逼得你的 我們以外面的人逼得我們 有時是我們的親人會逼得我們 我們未信主的親人 他們會逼得我們 他們會阻止我們來教會 阻止我們來信耶穌 有很多的親屬會逼得你 我們在這裏說到我們要祝福祂 我們不要奏索祝祂 還有要以喜樂的人要同樂 愛曲的人要同樂 所以有什麼宴會 有很多人會去的 但是在喪禮的時候 就會很少人會去的 喪禮 白事 尤其是在過年的時候 六年初一 三晚都在搞定那些白事 第二天初一 不能有喪禮 因為沒有人來的 但是我們基督徒會來的 我們基督徒一定要為那些哀曲的人 我們要同哭 看事會有很多人 你沒有他也沒有人注意 但是在哀曲的時候 那些人很痛哭 很辛苦的時候 是很需要我們去到那裏 你扶持力的 你幫助力 看這裏 你會容易一些嗎 像那些同樂的人 你幫他們一起做 你會容易早一點嗎 我跟那些喜樂的人同樂 容易早一點嗎 哪些容易早一點 同樂的人容易早一點嗎 有時你同樂的人可以跟那些喜樂的人一起 因為你沒有仇父 你沒有那個經歷 你不知道什麼的經歷是什麼 很容易 你就會走下去 舌哀順劣 喜樂擔心的人 很容易 因為我們自己沒有經歷 是很容易跟那個人一起同樂的 但是同樂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同樂的時候 有時我們是普加拿和別人同樂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人比你還好 好像那個人拿到那個獎品的時候 而明明你做得這麼辛苦 你應該來拿到一個獎品 但是為什麼那個獎品給了他呢 當那個人來到你面前 哎 站住 我有一個獎品 我拿到一個獎品 你就會 你認為你的心是很不甘願 為什麼你拿給我拿呢 所以你跟別人同樂 有時是很艱難 因為你會看到別人的成功 你會讀的 你會有心自在的 我明白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些人做得很辛苦 但是拿不到那個獎賞 但有一個人都能做到這 我記得我女兒在公司那裡 你做得很辛苦 經理也不用做的 但是過後呢 升職是誰呢 升職是一個經理 那些職員做得很辛苦 拿到那個職員 那樣好像你是那個職員 你會怎樣呢 你會跟他同樂 你就是超著 愛不可虛解 你就是超著 但你的心就是不平 為什麼你拿但是我沒有拿呢 這是給大家一個注意 我們同樂我們可以學很容易 因為我們沒有經歷 我們不知道那個痛苦是怎樣 但是同樂我們有時是有一個奪忌的心 兩件事我們都應該 紀錄的人都要同樂 哀曲的人都要同樂 這裡再繼續是要給主的同心 同心不要自棄高大 不要驕傲 好啦 即是跟那些卑微的人都跟他們一齊 那在今次浪漫的時候 當然有一些是做卑微的人 做工人 他們是無分階級的 我們看他們的價值 是什麼價值呢 他們是被神創造 每一個人是招了神的形象 每一個人是招了神的形象 而被創造出來 所以他們的價值呢 是很寶貴的 什麼墓比呢 怎麼讀文書呢 我還說不出什麼墓比呢 讀什麼價墓比呢 哈哈 不知道墓比呢 即是他們是春家被神創造出來的 每一個人 所以我們看你們的時候 我們要跟你們一起 要給你們的價值 是神給你們的價值 不要自以為春明 沒有體力 沒有驕傲 即是他們說到Denormicals 不要這麼驕傲 只是想著自己會生意 就沒有驕傲了 不要以惡無惡 這裡是說不要下井落石 下井落石 不要以牙還牙 這是九日聖經的教導 但是新日聖經的我們 不以惡無惡 你做初一我做十年 不是 你做惡 我不會抱貪你惡 為何一會兒你又來看 這也是八次 看得很有意思 這裡說眾人以為 尾的事要留心去做 我看到這句經文 我說我是沒看過 即是說 人家看到尾的事是好的事 我們就要留心去做 我們要留心去做 我們會留心去做 使得每個人都很歡喜 所以每個人都認同 是應該這樣做 但是我們偏偏都會愷 因為現在這樣做 我們會說 我會困難 我們會否發揮 做我的一套氣 這就變成你和他對敵 第五節就是 若是能行 總要盡力與眾人惡目 很久都知道 你可以加上這個字 若是能行 好像可以做到的 你就要盡力與眾人惡目 即是 你的意思即是 有時是很加困的 我們可以做到的 但是你盡力你的能力 要與眾人惡目 必須要和睦相處 盡力你的能力 因為首先那個人未必要與你和睦 盡力你的能力 首先你主動地與那個人和睦 但好像那個人不可以與你和睦 盡力你的能力 已經盡力你的能力 盡力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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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好像那個人說 昨天我不可以接受 你已經做了你的本分 做了你的同神的關係 你是對的了 但那個人不可以與你和睦 那個人是有同神交障 盡力你的能力 盡力你的能力 這個例子就是 不要自己身衣 寧可養護 這個寧可養護 你看這個很加困 讓護給誰呢 讓護給神 給神的勞氣 你不要為自己身衣 但是你給神的勞氣 因為好像神的勞氣一出 神幫你搞定 但好像你已經為自己身衣 神就說 你已經搞定了 你搞到一塌糊塗 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是你搞的 這樣呢 神說 我不用做了 但是好像我們不做 然後我們不能圍住這些身衣 我們要養護給誰呢 要養護給神的勞氣 這樣 這是有加困的 你不能圍住這些身衣 我們很喜歡報復 報復有時是很甜蜜的 我們每個都有報復的心態 很簡單 以前我帶著一班姐妹去探訪 有個小組 我開自己的車的時候 一同車很快的割助我 割助我 我就說 很快來開車的 很快來割助我 就在櫃子裡看著你 誰知道一櫃子裡 我媽媽又馬上鋪了 所以馬上鋪了 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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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我的小組 我就說 抵你死 我說 我跟她的心很前 我說 抵你死 抵你死 打得這麼快 我咬了我 現在馬上鋪了你 抵你死 你看我們各國是不是 一個報復的心人 對吧 我說 說什麼 我們都說 看著你們 我們真的報復了 神講 生煙在我 你不要生煙 你不要生煙 你不要我自己 你不要自己 這裏再看下去 你的敵人 好像我 給你食 又好像頸殼 給你食 你的敵人 哇 哇 我沒有走過 精華多久 剛才說的就是你給人喝 吃 過後不是經文說什麼 因為你這樣走 你就好像把灰火堆在他的頭上 剛才讀到的時候 你給了敵人吃 喝 你就把灰火堆在他的頭上 你讀了的時候 你就想著 本來見我們這樣報應 你被射給你喝的時候 你就好像把火灰火堆在頭上 哇 因為燒著味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這是積極的 不是燒極的 火炭堆在頭上 什麼意思呢 都是有很多的解釋 其中一個解釋就是 哀及人有一個文化 他們的文化就是當他們悔改的時候 他們很愛動歉 和愛人要動歉的時候 他們通常放在頭上 放在一個盤子 那盤子放著火炭在上風 他們就向著那個 原本是敵人 但是敵人這麼吃 對他這麼好 為甚麼 你對我這麼好 為甚麼對我這麼好呢 他就帶著那個火炭 到了原本的敵人 就和他們道歉 說對不起 你對我這麼好 為何你對我這麼好 但是你是懺悔 你是認罪 保留的意思是當我們對敵人好的時候 我們就是花敵環幼幼 敵人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你做得到 你做得到敵人的時候 你會雪中送壇 對敵人對敵人很好的 敵人都沒有辦法 不會跟你敵 鬥 他就會跟你好 好像基督徒是這樣做的 我相信我們會減少很多敵人 我們一定是會有敵人的 我曾經有分享 在教會有些紛爭的時候 我們曾經有很多個子媒 我曾經是很好的朋友 有一次我們都不知道為何這個姊妹 不會生氣我們這麼重要 不是不明白的 有時生氣到不會解釋 沒有給一個機會去解釋 這個姊妹生氣的時候 我就跟Aster Grace 我們買房的那些很漂亮的花 我們就去到門口 這個虛實當我們是敵人 但我們又當他們是朋友 我們都不知道為何會發生這種衝突 但我們又拿著花去門口 好像我們拿著花去門口的時候 這個回應應該是怎樣的 你當然會想到 為何你這樣的樣子 為何你對我這麼好 有什麼的激素 你會得著什麼 通常我們會想到 為何你對我這麼好 你會得著什麼 但我們是沒有什麼動機 我們只要不去說 有什麼的 我們是送花給你了 現在我們是好朋友 坐下來也是可以實現 我擺設一個面積 和你的敵人 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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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次生氣 真的很惹了 我們又拿著一包的水果 又去到另一個朋友的家 一個姊妹的家 他就在樓上 我們就說 我們要探望你 我們要拿自己的水果 那個人就拒絕了 他就說 Sorry 我還沒在家 Sorry 我不開門 我們就拿著一包藥果 回家 但是我們有做到 我們有做到 所以無論如何 我們是希望 我們基督徒 各個可以化敵為友 我們也會很懺悔 你懺悔對我們這麼不好 這麼惡 但我們對我們是好的 為什麼我們要愛人 因為耶穌叫我們 因為耶穌叫我們 祂命令我們 祂吩咐我們 我們不可以說錯 你不行 耶穌叫我們的 還有耶穌 我們自己活出這個 實踐出來 祂做出來 祂不是只要我們說 要愛人 祂自己實踐出來 你怎麼實踐出來 因為你跟著十字架的時候 人們這樣來污染 他 我們給你打一個 那個頭的那個 寬面 是用那些刺 那些刺 還有什麼呢 又灰口水 又打你的臉 又刺它 但是它毫無的 那個 毫無的那個 就是要還手 你可以還手 你可以說 天使你快點下來 殺死他們 耶穌是可以說 叫那些天使來殺死心 你沒有還手 還有耶穌是可以的 耶穌好像是我們 是一個報復的身 耶穌會怎麼說 你看著你 我三天就會復活 我復活的時候 你們各個小心 我會找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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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耶穌沒有這樣做 我們三天復活 你也不會說 那些敵人 誰來打我的臉 找回他們 誰來打我的臉 我找回他們 他實行出來 他活出來 他教我們 你自己走出來 但是三 人們看到我們有這個愛 他們會很注意我們 我們是特別的 我們是義盡不服的 你們是基督徒 為什麼人們打你一把 你又被你打另外一把 你這麼遠的嗎 這麼遠弱的嗎 我相信是 我們是很方強的 因為我們要 表示神的愛出來 怎麼人們會注意 為何你跟別人不同 跟世界的人是特別的 你是這麼特別的 我問Brother Day 我Brother Day可以分享 之前Brother Day 怎麼信耶穌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Brother Day看到 Metal Hall 那些人認識Metal Hall 誰知道你的認識Metal Hall 其實我們會帶了一個很深重 很沉重的心 說到Metal Hall 我們都很欺負他 但是為什麼Brother Day會信耶穌呢 就是你看到Metal Hall 那個改變 整個人改變了 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們要人認識Metal Hall 我們要人認識Metal Hall 就是我們要特別一點 去進一步 我們就要做出愛了 我們在結束這個講道 我們要大家一起看 波蘭多前書十三章 大詩節說 愛是恆久人來 又有人因慈 愛是不習獨 愛是不自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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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喜歡不自慌 不喜歡不自慌 只便喜歡真定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怕覺 凡是忍樂 愛是永不自慌 LIKE 沒有忍耐 又有恩賜 不擇讀 不自誇 不張康 不恥俗害羞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的愛 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散落 凡事忍耐 這是兵不自食 永遠都是愛 聽你的名字 嘗試在三十天內 看看有什麼改變 希望我們帶著神的愛心實戰出來 不只是口說愛 但我們要行動顯示愛 愛人而己 今天我們有一個節目 是主持平安 看我會有警察他 他自己的事 你不信心